亞太地區安全會議 香格里拉對話 將會在明天在新加坡舉行 預計中美關係 戰爭衝突、南海等問題 將會成為會議的焦點 蘇漢文的報導 一連一度的香格里拉對話 會在明天到6月2日 在新加坡舉行 會議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防官員 高級軍官、外教官、武器製造商 和安全分析師 來自接近50個國家的大約600名代表 會出席會議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 今日抵達新加坡 與新加坡國防部官員舉行會談 他也會在會議期間 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舉行會談 來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中國說中美高層戰略軍事溝通 有助於穩定兩軍關係 對此持開放態度 南海問題會繼續成為熱點 菲律賓總統小馬赫斯 會出席會議 並發表主題演講 而美國以及他們的盟友 預計也會提出台海問題 有分析指出 美國在那個會議的目標 是在提出區域 與全球安全問題的同時 緩和和中國的緊張關係 也向亞洲盟友保證 華盛頓致力於幫助各地區 與中國抗衡